下面我们开始来具体的了解converse 那么converse作为html5中的一个新的元素 它本质上和其他的元素区别并不大 就是一个converse的标签 我们在浏览器中插入这样一个converse的标签的时候呢 通常还会配上一个id 配上这个id是方便日后我们在javascript中 获取这个converse元素 进而进行真正的具体的绘图操作 那么我们来具体的实践一下 这是一个空的html文件 我们只需要这样写 那么就添加了一个空的converse 这个converse什么都没有 通常我们要给它附上一个id 那么现在当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浏览器上是一片空白的 这是因为一个空的converse是一片空白 我们可以像操作其他的所有的html元素的标签一样 来为它写上样式 比如说我给它加上一个一个像素的灰色的边框 操纵它的显示方式是block型的 并且对它的位置进行调整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个浅灰色的框包围的就是一个空白的converse 当我们不指定converse的大小的时候 这块画布默认是300个像素宽150个像素高 如果我们要想指定converse的大小 通常呢是这样写 在converse标签下调用它的with属性还有height属性 这里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是不建议大家使用css的方式来给converse指定大小 这是因为css指定的实际上是converse这块画布的显示的大小 但是对于一个converse来说 除此之外还包括它内里的显示的图画的这个分辨率的大小 采用这种方式呢 相当于一同把这个大小给指定了出来 是符合w3c的标准的 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with和这个height属性 这个大小同时也决定了converse画布内里的元素的精度 那么w3c规定应该这样指定converse的大小 以后大家学了如何在converse画布中绘画以后 可以试一下其中的区别 现在这个程序运行起来效果就是这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中间有一个1024个像素长768个像素宽的画布 那么由于大家的屏幕尺寸呢千差万别 在这里呢我们的重点不是处理屏幕尺寸的问题 所以之后呢我们的例子呢将在这个1024x768个像素的这个画布里展开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电脑的屏幕尺寸或者分辨率来调整这个converse的大小 同时在最后的时候我们针对特定的demo会提及一些屏幕自适应的问题 当我们建立了这个converse以后 如何在这个converse上进行具体的绘制呢 那么在javascript的层面上 初始化的时候只需要进行两步的操作 第一步操作是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式 把我们刚才建立的converse拿出来 在这里存放在这个叫converse的变量中 第二步则是调用converse的一个叫做getcontext的方法 得到一个所谓的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在这一头我用一个变量叫做context来表示它 那么context这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是我们真实的要进行绘制所需要的一个接口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呢 我们要穿用一个字符串的参数 这个参数呢叫做2D 我们这一系列课程呢 主要以converse的2D绘图为主 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会介绍3D的相关内容的 那么第两步初始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context进行具体的绘制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中这段代码 我加入了javascript的部分 在这里我在window.unload的这个函数里头 调用了刚才介绍的两步 第一步获得converse 第二步获得context 在这里我还想说明一点 converse除了可以调用这个getcontext的方法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可以在javascript的层面来决定converse的大小 那就是呢 使用converse.width和converse.height的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写呢 也是可以来指定这个converse的大小的 另外我要提及一点兼容性的话题 事实上呢 现在大多数的主流浏览器呢 都是支持converse的 但也保不起有个别的用户呢 还是使用比较老的这个浏览器 那么一个可选的降级处理方案呢 是在这个converse的标签之间 写上当用户的浏览器不支持converse的时候 你希望用户看到什么 那这里呢 只是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可以在converse中呢 添加更加复杂的样式 但是大家要注意 当用户的浏览器支持converse的时候 converse标签内的这些东西 是完全会被浏览器所忽略掉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javascript中 来使用一个if语句来判断 当前浏览器是否支持converse 那么具体的方法呢 是像这样 也就是看一下converse.getcontact 这个函数返回的这个 汇图的上下文环境是否为空 如果是空的话 那么用js来描述浏览浏览器 不支持converse时的行为 在这里头呢 我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alert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用这个contact进行汇图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大家会看到 我们拿到这个converse后 真正使用的呢 只有converse的三个方法 一个是他的with 一个是他的h 再有一个呢 就是getcontactrd这个方法 那么后续的深入学习呢 我们可能还会再接触converse的两个方法 事实上converse本身暴露给我们的方法并不多 而之后我们要讲的汇图的关键 是converse.getcontact这个函数 所返回的这个上下文的汇图环境contact 那么我们后续的学习的重点 也都会集中在这个contact上